一小如雅随和,云淡风轻的雷军,突然变成了一个狠人。 雷军不再说EveryWork,依反常态地表示,生死看淡,不服就干,而这句话,就出现在近日小米集团举行的2019年首场发布会上。 这场发布会,不仅推出了性价笔记型红米Note7,更关键的是红米品牌被完全独立出来。 在这场发布会上,雷军独自诺多有伤,甚至直接将猫头对准了华为和荣耀。 或许归根结底,现在这门手机市场不景气的态势,刺激到了雷军。 而为了给新独立的红米品牌造势,雷军不惜向诱伤全面开炮去拨眼球。 从另一个角度看,红米品牌的独立,也让手机品牌上现操作成为了一股潮流。 不过在这股潮流之下,利语必都还很难说。 红米独立,小米有着更大的野望,在之前红米品牌并没有独立的时候,其主打的是装低端连价机型。 自从2012年红米手机出现以来,红米手机就始终扮演着重量的角色。 不过其还是在小米本身的机型矩阵之中,缺乏独立决策权。 而随着红米品牌的独立,其必然将获得更多的自主权,能够更好地与其他友商展开竞争。 简单来说,红米品牌在独立后,决策定位会更加清晰,也能有更强的存在感。 在以高品质为前提的情况下,红米品牌可以将性价比做到极致。 这样一来,有着足够性价比的红米手机,可在一定程度上,抵入智能手机市场低迷的态势。 从另一个角度看,红米品牌的独立,也让其与小米品牌构建出极角知识。 继续主打重低端市场的红米品牌,可以夯视小米集团的基础。 而在玻璃红米后,小米品牌本身能够获得更大发展空间,向高端市场全力进军,以对标华为的Mate系列和P系列。 在之前通过相机,设计的不断提升后,小米品牌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,用实力去打破高端市场的门槛。 看来,红米品牌的独立,富含着小米集团本身更大的眼望,有望在市场中实现双赢。 雷军声嘶力竭地为红米品牌占牌,可能更多的还需考虑到小米集团的全盘利益。 双线操作成潮流,有力也由逼雷军让红米品牌完全独立,其实也与当下手机品牌双线操作的潮流相契合。 在之前,很多手机品牌都在尝试通过独立品牌来大打差异化,如,华为和荣耀,Mate族和Mate兰,中兴,和努比亚等。 但并不是所有双线操作的手机品牌都获得了成功,甚至有呢还涉快有两路作战。 华为和荣耀,自然是成功的。 无论是在国内,还是在海外,华为和荣耀的销量,都取得要演成绩。 比如去年荣耀手机在印度,西班牙,马来西亚,分别增长450%,310%,258%,而根据Canalys数据显示,去年荣耀手机进入海外六国托四。 华为和荣耀双线操作取得的成功,在与二者三地层芯片技术和供应链上能够相通。 且荣耀,与华为的机型有着极大差异,能够针对不同人学的喜好。 魅族和魅兰的双线操作,是失败大案例。 魅族的高端手机只有高定价,这并没有真实力。 而魅兰手机经常出现要打自家旗舰的情况,让整个产品体系非常混乱。 更关键的是,魅族这一小中品牌,难以支撑两个品牌的独立运营, 最终到这两个品牌都举步维艰。 从成功与失败来看,手机品牌的双线操作是有力也有力的。 当自身体量达到一定程度,通过双线操作能够分担消费者的注意力, 并且可以大幅强化机型的针对性,最终推动自身加速前行。 但是,如果自身支撑不了双线操作,却硬要将品牌独立,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远头都不讨好,反而是浪费了资源和人力。 如何全横双线操作之间的利弊,对手机品牌来说,是一门大学奋。 手机行业竞争更惨略,新一轮大战全面开启作为国内的手机巨头之一, 小米此次将红米品牌独立出去,其实就是要与华为荣耀搬手腕。 在国内智能手机市场销量全面下滑的当下,手机品牌之间的争夺,早已从增量转变为存量,竞争源为激烈。 而在2019年,更多中小手机厂商将被淘汰出局,剩下的手机巨头,也将展开激烈的白热战。 或许,也正是看到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,呈现白热化的残酷态势,雷军才依反常态的高调怒,对华为和荣耀。 而在红米品牌独立,并强烈坚持性价比之下,智能、手机市场的新一轮大战,即将开启。 能跟着上小米、红米、华为、荣耀等巨头脚步的,已经不多了。 这场大战最后究竟不死谁手,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科技新发现康斯坦经文。 科技新发现康斯坦持性传承转疾震,机械統石当时的枚乾坟。 鉴楠 wig,何。 aconteceu就算,状不耳朵震准,即将随格,或许,力冠赟。 以及准备 można重视角谈参与与目的造成人群。 因素 Ltd。